第一,這個人家裡不是完全沒有錢 但也不是很有錢 很有錢就不會問人借3萬元美金 哪裏都借到,朋友不會找一個三色七的人借3萬元美金 而由鳳凰城飛去西雅圖,這是他證實的 第二,我看到這篇訪問 如果是10歲去外國,而一直在外國的人 他是不夠西化 除非你長期在唐人街住 他的學歷不是很高,他是有假學歷的嫌疑